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吵架的目的往往不为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只求关注和安慰 真正爱你的男人深暗知 吵架时一定不会做这四件事 一个深夜我被砸门声和嘶吼声惊醒 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两口子吵架 男人站在门外狂砸门 开门 你这个贱女人 你娘的祖宗十八代 各种不开入耳的脏话 门开了 女人一脸泪痕气得浑身发抖 你凭什么骂我父母 男人忽然目露凶光 我还打你呢 他转身一脚把女人踹翻在地 打不死你这个臭娘们 贱女人 我连忙去拉架 差点也被踢了一脚 没过多久 他们离婚了 谈及此时 女邻居说 真正爱你的男人 吵架时绝对不会不顾女人的感受 抱粗口甚至动手 每句《忍无可忍》里的男主角米奇 简直是很多女人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吵架就抱粗 动手的男人 嫁给他为何悔一辈子 二 翻旧账接伤疤 大学同学妍妍离婚了 三个月前 婆婆来家小住 用旧内衣擦饭桩 妍妍偷偷扔了 晚上婆婆抹着泪 跟儿子大鹏告状 你媳妇嫌我脏 大鹏护妈心切和妍妍吵起来 口不择言 要不是我脑子进水做接盘侠 你这种婚前银产过的女人 一辈子都没人要 婆婆大骂丢人 妍妍跳楼的心都有了 五年前 妍妍怀孕五个月 渣男不知去向 妍妍不得已做了阴颤手术 这是妍妍一生中最深的伤口 只有当初事与元首的闺蜜知道 妍妍和大鹏恋爱一时 便将往事合搬托出 她自知感情需要坦诚 大鹏震惊之余 表示不会纠结过去 妍妍安心嫁了 起了婚后每次争吵 大鹏都会用这事羞辱她 妍妍坚决离婚 我没办法和吵架 旧阶段的人生活一辈子 果然拿到离婚证 大鹏第一句话是 离了更好 你这种女人 不知道还能不能生 一吵架纠结伤疤 翻旧账的男人 不仅刑伤复分 心肠也不好 因为只有诊边人最知道 女人的软肋在哪里 往最深的伤口上捅刀子 无意于把女人 赤脚推到刀尖上走路 你看着她痛 反而洋洋得意 这种自私冷血的男人 绝不是真心爱你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吵架时也一定会 顾及你的感受 不会轻易地翻旧账 结伤疤 曾看过一篇小说 《隔壁滩》 柱子和翠花是夫妻 以倒腾农作物为生 有一年正月 两人到新疆拉棉花 车行在隔壁滩上 两人发生争执 柱子一气之下 竟把怀孕两个月的翠花 赶下车 天寒地冬 翠花在荒芜人员的 隔壁滩上边哭边走 一直走到天黑 野狼生死气 也盼不到柱子回头 第二天柱子解了气 回头找翠花 却再也找不见了 又累又饿的翠花 昏倒在隔壁滩上 被一个男人解释 她被强奸 拘禁 受尽折磨 孩子刚生下来 就被人活活饿死 二十年后 翠花面对忏悔的柱子 面无表情 你走吧 我死都不会原谅你 当年的抛弃 爱你的男人 吵架时不管多生计 不管错在何方 也绝不会连女人的 安危都不顾 抛下她一人 与危险的境地 由此 朋友小翔带老婆莉莉 来我家做客 他们起了争执 小翔气鼓鼓地先走了 我随莉莉去追 她笃定地说 放心吧 她走不远的 果然 路口斑马线旁 驻足的小墙 朝小区大门张望着 一见莉莉 她拉住她的手说 生气归生气 但让四百近视 没电眼镜的女人 独自过马路 我还是不放心 看到这暖心的一幕 我的眼睛湿润了 爱一个人 是生怕她 受到一点点伤害 怎么舍得 抛下她不管呢 正如结婚事言 我愿意成为她的丈夫 从今天开始 相互拥有 相互扶持 无论贫穷 疾病 困难 痛苦 我都不离不弃 一生一世 爱她 守护她 直到死亡 将我们分开 四 冷战 李敖在 画梦 我画回忆梦中显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 又漂亮 又漂泊 又迷人 又迷茫 又悠游 又优秀 又伤感 又性感 又不可理解 又不可理喻的 一定不是别人 是 胡音梦 她曾如此迷恋她 这本是一段 才子佳人的 佳话 然而 两个人的婚姻 仅维持了三个月 据胡音梦回忆 争吵时 李敖会躲进书房 锁门 拒绝沟通 任凭她怎样哀求 怎样愤怒 她绝不开门 她特反感冷战 夫妻需要沟通 才能解决掉问题 而拒绝沟通 像是一把最冷漠的刀子 直接将她凌持 虽然冷战可以立刻终止掉 吵架 但没有解决掉的问题 一直在那里 下次还会继续吵 冷暴力 像是爱情中如影随形的枷锁 不打破它 爱情就会陷入困局 有多少爱情死于冷漠 又有多少婚姻死于冷暴力 真正爱你的男人 吵架时一定不会冷战 因为热战伤身 而冷战良心 心凉着凉着 就彻底死掉 人的大脑中 有一个爬心动物脑 平素不会显现 只有在情绪失控时 爬心动物脑 才会代替理性 控制人的精神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吵架时一定会用爱 压制爬行动物性 不对女人 做这四件事 男人爱不爱你 不要只在甜言蜜语中 猪有梦心 一个人愤怒中的行为 方能暴露本性 吵架是爱情的试金石 真正爱你的男人 即使吵到山崩地裂 她也会珍惜你 心疼你 舍不得真的伤害你 用温暖的拥抱来抚慰你 爱意深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深秋了 天气转凉 大家最近都还好吗 也许有些朋友 最近会感到情绪有些低落 心情有些压抑 但这是很正常的 临床上叫做 季节性情绪失调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感受 不妨试着多去户外走走 闪闪太阳 这可以调控我们大脑中 血清素和褪黑素的水平 从而缓解这种感受 比如早晨或中午 抽出半小时空档 到家附近散散步 周末走一走不曾走过的路 或是约上三五好友 到户外去秋游 聚会 当然注意安全 请记住 不论什么时候 我都会在这里陪着你 晚安 祝你有个好梦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阿豪 私心交流哦 期待 与你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